嗨 各位 嗨嗨嗨嗨 那我們要繼續下一場分享 我們這邊是那個OpenSourceTribot的一層櫃 然後接著我們歡迎那個居民 為我們分享在Live Beacon上面的介紹 以及大量建置的經驗分享 那我們開始 好 大家好 那我的投影片已經放在公筆上面了 所以我等一下 因為我準備量有點多 所以我可能會試情況跳過 如果沒有 其他的東西就是 我投影片已經放在公筆上 可以自己看 好 那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代居民 然後我目前在Ihanis Energy 就是那個光陽電動車那邊上班 那我自己現在 因為現在工作沒有Line 所以現在算是興趣而已 好 這個是我的那個 如果想要看一些我自己寫的文章 就看我的那個倒數第二個連結 那是我部落格 裡面有寫一些Line相關的文章 好 那Beacon是什麼呢 Beacon其實可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 有人不知道 Beacon其實是一個一直在進行藍牙廣播的裝置 像我們什麼耳機之類的 或者是一些藍牙裝置 其實它有時候要配對之前都會進行廣播 那它可能廣播只有一陣子 那Beacon這種東西它會一直持續的廣播 就是24小時不停的這樣 那Beacon主要通常我們都會拿來做什麼 就是我們會去確認裝置跟發送段的距離 然後沒有GPS地方 你也可以用它來輔助定位 然後如果放多個的話 很適合拿來做比較精細的 例如說三軸定位 因為像GPS很難做到很精細的三軸定位 那前陣子就是防疫期間 台灣社交距離也是使用類似的技術 但我們今天要講的 LineBeacon其實不太等於Beacon 因為LineBeacon它基本上有幾個不一樣的地方 像它在Line的 它就是在台灣的使用者很多 然後 因為Beacon這種東西通常都要開發APP 但是你如果用LineBeacon的話 你不需要再額外再去開發APP 然後再來它就是跨平台相容性 基本上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Line會處理 然後再來就是 所以如果有用官方帳號的人 應該能體會到就是 Fush超貴 但是ReplayToken 你想拿都拿不到 那Beacon可以幫助你拿到ReplayToken 讓你可以免費回去洗 那這個是官方的簡報 就大概是這個人數 然後再來 它也有一些缺點在就是 你沒有辦法去用訊號大小推測 Beacon距離 因為這個是Line不願意給你 然後再來 你沒有辦法知道使用者 離開Beacon訊息範圍 然後它有一些 就是因為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商業公司的產品 所以它其實是有免費版跟付費版的差別 所以你就是免費版只能夠加好友之後才能用 然後再來就是 你沒有辦法知道它停留在Beacon內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 幾個實際案例 然後有些是取自Line的投影片 然後就是報道嘛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就是它 它實際上2019年那個Tapos的報道 是用Beacon報道的 然後再來就是捷運嘛 捷運這個部分就是 它把捷運裝在那個站上面 然後就會廣播那個Beacon訊號這樣 然後再來是自動販賣機 這個在台灣應該沒有 然後這個在台灣也沒有 這個就是日本的 日本的那個電車 它好像是會提醒什麼 快到站才殺回的 我不太決定 看不懂日文 阿這個就是我們這些 我之前弄過的活動 阿這個快速跳過 阿這個也是之前 我在前公司弄過的活動 阿這個是我在那個 就是 以去年來說 最大型的LineBeacon 的 在台灣啊 最大型的LineBeacon活動 它有700多個Beacon 阿我有寫一點 就是體驗心得 在我自己的Blog上面 好那 那 稍微講一下那個 LineBeacon 它在高雄東會 到底拿來幹嘛 其實它主要就是拿來做經典導覽 然後像 比較特別的是防疫 因為那時候是 防疫期間 所以它那時候用Beacon 來取代那個 那個 那個簡訊實驗字 因為那時候人 人數有點多啦 所以 你沒有辦法真的等大家 一個一個簡訊實驗字 那可能會爆炸 所以它那時候 直接用Beacon來做處理 阿其他的就是一些小東西這樣 好那我們該怎麼取得 一個LineBeacon呢 好那這個是官方的介紹 它其實LineBeacon 它其實還又細分成兩種 一個叫做LineBeacon 一個叫做LineBeacon 一個叫做LineSimpleBeacon 那 以目前 比較常見的 就是台灣 最常見的其實是 泰河光 泰河光做的LineBeacon 那 SimpleBeacon的話 基本上 你可以自己做 大概是這樣 好那 稍微做個比較 就是LineSimpleBeacon 是給開發者測試用的 然後最多只能申請10個 然後再來 你必須自己做Beacon的防偽機制 防偽機制就是 因為Beacon這個訊號 它是廣播 你可以隨便把 別人的廣播抄下來 然後再自己做一個 然後再去模仿它 所以 你要自己去做防偽機制 然後它 只有13個byte的空間 可以自由運用 那LineBeacon LineBeacon它有內建防偽機制 然後 你如果想要額外付費功能的話 你就要用LineBeacon 而且你要去申請官方帳號的認證 大概是這樣 那 大概比較一下它的風暴 那 就是 其實就是它在這13個byte 被它拿來做認證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要怎麼擁有一個LineSimpleBeacon 這個就是 OpenSource的專案 就做LineSimpleBeacon的專案 那個是Line官方提供的 但是那個上面的程式碼已經 已經廢掉了 那底下有人提供 第三方提供的那個 其他OpenSource專案 那底 像這個就是 像這個就是 MicroBeat 然後這個 這個板子我沒看過 這兩個都是我貢獻的 因為我自己寫過兩個板子的Beacon 一個是 Linked 7697 這是連發科的 然後 ESP32 這是大陸廠商的 就是連發科就這塊 連發科 Linked 7697 那個 很多人拿來做IoT的時候 可能都有這塊 然後這個就是 那個大陸的 一家廠商做的 ESP32 那是真的 蠻好買的 這一塊超好買 因為就是 人家出貨量其實超大 好 那這個就是我寫過的 三篇 跟那個 Beacon相關的文章 大概是這樣 那 這邊特別講 講一個出來就是 我其實有試過 我把一個 ESP32裡面燒 燒 燒八個Beacon的訊號 然後這樣 輪流波 就是 大概是每一秒切換 下一個Beacon訊號 然後 我自己試過是沒問題 所以其實 你可以做到 那個一個Beacon 然後再發八個訊號 這樣 八種不同Beacon訊號 那你要怎麼擁有一個 正式版的 Beacon呢 基本上 你就是要 這個是不推薦的方法 就是 日本 基本上 現在有賣一個叫做 就是他其實 直接有賣 Beacon 但是他其實是有問題的 就是你看這裡 這一段 我把它翻成中文之後 他其實跟你說 這個僅限個人 或開發者 實驗測試用途用 你真正的 申請方法 你還是要去底下的那個 網址申請 所以真正的方法 你要去這個網站申請 然後 大概價格 就是這樣 超貴的有沒有 大概價格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來 經驗分享的部分 好 那基本上 因為就是 你在布在Beacon之前 你可能要去確認一下 你的場地 是否有高溫 或有高溪 那我自己之前 前公司的場景 基本上 都是高溫高溪 因為 我們是布在戶外 然後可能會下雨 然後又是悶在那個 密閉空間內 所以基本上 就是高溫加高溪 所以 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 我們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那個電池的問題 因為 因為你布在戶外 你不可能有外接電源 然後就是 電池的問題其實蠻大的 因為電池通常 沒有辦法承受高溫跟高溪 那時候其實電池問題搞蠻久 還有那個電路板也會秀實 超恐怖的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那個 電路板在高溫高溪 就是秀實成那個恐怖的樣子 蠻恐怖的 對啊 後來就是因為這些問題 好像就是 喔 我們公司那個時候 是有自己生產 皮肯硬體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做了很多處理 在防範這些東西 像是電池問題啦 電路板問題之類的 這個你如果有能力做的話 你可能要自己處理 那 如果是太何況那一塊啦 我記得他們 那一塊好像沒有吧 我不確定啦 就是 我聽說是沒有 但是我不確定 因為 這個就要問他們才知道 好那再來 就是 肯定會有使用者會收不到 會來問你 就是你在 今天假設你今天辦一個活動 或做一個功能 他是需要用到那一筆肯來做什麼事 例如說 上課簽到 你可能真的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 真的就是有人會收不到 那 收不到的時候怎麼辦呢 啊 這張圖 這張圖是那個 官方之前提供的那個 要怎麼樣才能收到 或者是怎麼樣 不去 不保證收到的一些 比較圖 但是 這份已經移除了 因為 因為他這個版本更新太快了 他可能懶得更新了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 每次活動之前 或者是 定期啦 去測一下 那 怎麼處理收不到的問題呢 基本上有幾個辦法嘛 就是 我們當初在辦活動的時候 我們主要就是準備了一個叫戰守則 然後我們就會把這個叫戰守則 直接 交所有的服務處跟客服的人 然後 他們每次 只要使用者來服務處詢問 或者是來電詢問 你就是要教他怎麼用 大概是這樣 而且你要想喔 你其實是有iPhone給你做 所以 所以 真的超麻煩的 這邊叫戰守則 其實是有點恐怖的 然後在高雄燈會的志工 就是 我有去跟他們聊過 就是 其實他們蠻多民眾 其實在設定 Nine beacon上面 其實都會遇到困難 所以就是 就是 我記得他那時候好像說 因為這樣 所以Beacon 就是服務台好像 特地還加了一個Beacon 大概就是 因為要 讓來的人 可以馬上撤 對啊 大概是這樣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 簡單一點 準備QR Code來當備員方案 就是 如果 有辦法觸發 就直接觸發 啊沒辦法的 你至少QR Code還可以 就是 等於是 你要準備兩條路給人家 類似這樣 好那 這個可能就是 真的用過的人才會知道 就是 他 有提供一個所謂的 Nine beacon的電量報表 就是在他的 Beacon的後台 那 那個電量報表 其實是有點難用的 他基本上提供的欄位 就是 裝置的剩餘電量 跟最後通訊時間 但是你要想喔 Beacon這個東西 因為他是沒有網路 他實際上是透過使用者的手機 使用者的Line App 收到Beacon訊號之後上傳 所以 這個所謂的最後通訊時間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真的沒電 第二個可能性是 旁邊沒有人啊 你懂嗎 所以 其實你沒有辦法去確認 這個最後通訊時間 是 沒電還是沒人 你懂嗎 那 再來就是這個 裝置的剩餘電量 這個其實只有 0到100% 他是每10% 當作一個見據 所以其實他其實蠻不準的 所以你這個東西 嗯 就是 沒有到很好用 然後他這個後台也沒有到很好用 因為他就是 沒有辦法排序 沒有辦法搜尋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只給你Hardware ID 但是你重要 你Hardware ID 你要知道他佈在哪裡嗎 你自己才有 你自己才會跟Mapping說 喔我這個ID佈在可能 可能台北車站 或者是可能佈在 那個台科大之類的 你自己才有那個對應表 但是問題是 他不會給你揮出 所以你自己要 手動查 所以這個 表超難用 大概是這樣 那 Nine Beacon 他正式Beacon 他其實是不會給你這些資料 他這些資料都在他後台上 但是他後台也沒有API給你用 就是你沒辦法把這資料揮出 大概是這樣 但沒有辦法 用API 或者是P字揮出 所以 你沒有辦法做後續應用 例如說 會寫程式的人 可能就直接順手把它整成地圖 或者是你會分析說 這顆電池 那應該說是 這顆Beacon活了多久 就是 可能活了六個月 然後定期去換一下也沒辦法 因為就是他那個後台是沒辦法用的 所以通常啦 你如果要舉辦活動的時候 我們都 我們之前就是 花了很多人力去每一站都巡 我們那個時候 最大型的活動 是用了200多顆Beacon 我們就真的每一站都去巡 尋過之後才有辦法確認說 每一顆都活著 才不會說 到那邊之後 到底是他的手機 守不到 還是Beacon壞掉 那個超難排除的 你知道嗎 就很困難 那 確認的工具 主要就是這些 就是 Android上面的話 我其實蠻推薦 Beacon Set的家 那 NCRF Connect 你要看 Raw Data 那個比較困難一點點 然後 這個就是自製網頁 自製網頁 基本上他就是 也只吃Android 以手機來說只是Android 我就是走那個 Web Bluetooth API 對 這個是自製網頁 然後再來iOS的話 可能要用Light Blue這個軟體 但是Light Blue這個軟體也是 也是只有 Raw Data 因為他們有專門針對Beacon做過設定 所以 我們通常都建議 直接去查Beacon的人 要直接去用Beacon Set的家 因為他其實 顯示的介面還蠻 還算蠻OK的 就是他會跟你顯示說 Light Beacon的 硬體ID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 如果真的是 需要 派一大堆的人 去幫你查Beacon的話 就是 每個人都裝Beacon Set的家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的自製網頁 自製網頁好處就是 你 你掃到之後 你甚至可以 順手 丟一份紀錄 回到你的Server 這樣甚至都不用等人回報 因為你想嘛 你 你撒一大堆人出去 查Beacon之後 你 最重要的是回報嘛 回報有問題沒問題 正常不正常嘛 你如果自製網頁好處 就是你可以 算接後面任何程式 你甚至可以 抓使用者手機的 就是抓那些測試人員 手機的GPS 直接上傳 你就可以知道說 喔 那這個真的是有收到這樣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就是自製網頁 那這個就是有寫自製網頁 啊這個就是 Web Bluetooth API 大概是這樣 就是Chrome新資源的API 好那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每個站放兩個Beacon 但是我相信這不太可能 因為 Liveacon它對於數量是有限制的 它通常不會給你那麼多 我們之前想多要幾個當備用都沒辦法 頂多 我記得 我那時候頂多多要10%而已吧 再多他都不肯給了 所以就是 理想上是每個站放兩顆 但是實際上做不到啦 實際上應該很難 因為它省數量省超嚴格 那再來就是 那再來就是 如果可以修改Beacon訊號的話 那 會不會願意修改 就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當初是自製Beacon 所以我們有機會修改 你如果是買太兒光的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願意給你修改 那如果是願意的話 我自己想到的辦法其實是 你可以Liveacon的訊號 加Live Simple Beacon的訊號 輪流播 因為我剛剛有做過八合一 對不對 其實我那八合一 就是為了要做這件事情 我就是為了要同時 打Liveacon訊號 加Live Simple Beacon訊號 我這樣可以做到說 Live Simple Beacon訊號 因為它有13個Byte可以自由運用 那個13個Byte會丟 到你的Triple去 Liveacon不會 Liveacon的訊號都不會丟回 就是它不會有那個 額外的Payload給你用 Live Simple Beacon可以 所以我就是 都會用那個Live Simple Beacon下去 額外丟訊號回來 到我的Server去 然後我就可以去做 額外的偵測 因為我就會知道說 它的HWID 然後它的電量多少 我甚至還可以自己 實作防偽機制 這都沒問題 所以我通常建議 如果可以去改Beacon訊號的話 就去改 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就是看運氣 我們剛好是自製硬體 所以我們有機會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好 那 那今天就差不多 有人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樣 有人有問題嗎 那個是我的個人網站 可以去看Line相關的文章 蛤 電量大概可以用多久 電量大概可以用多久 因為說真的 以太和光那一個 它保證用一年 但是我不知道啦 因為說真的 電池會老化 你要看你的環境 如果是高溫 高濕 它電量用的可能會比較低一點點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是接外接電源最好 外接電源 外接電源的 阿旋是有的啊 對啊 那個太和光那一個 好像也可以接外接電源 它好像支援 對 我們自製的硬體 基本上 我們當初是 只設計成電池的 對啊 因為我那個時候 場景很確定就是 戶外場景 對啊 我那時候很偷懶 我就直接用正式Beacon的防偽機制阿 我那時候很偷懶 我那時候很偷懶 我超偷懶的阿 因為你想嘛 你都 你那個Beacon 都已經要實做 那個LineBeacon的防偽機制了 阿你新播Beacon的防偽機制 你乾脆就設計一樣 你這樣就不用陳志瑪兩份阿 你只要HWID寫好就好啦 對不對 然後你在額外 把正式Beacon的ID 打出來就好 因為它後面 我來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那個比照表 我大概給大家算一下 它數量 來這裡 你看喔 18到30 它中間有13個Byte對不對 這個其實是 SimpleBeacon 可以用的範圍 阿你看這裡用了多少 這裡是18到24 所以它用了7個Byte而已 這裡用了7個Byte而已 13-7 你至少還有6個Byte可以運用 所以你篩 HWID都不成問題 它至少還剩一個 所以我那時候就直接 偷懶直接用那個阿 直接用那個正式Beacon的算法 因為說真的 你那個 embedded system 你多一個算法 你就多一些code阿 那你還不如延用 反正一樣的嘛 對啊 就是我那時候是這樣做的阿 就後面那6個Byte 再多塞一些自己的資料這樣 阿前面的防偽機制 就照正式Beacon的方式走 這樣最審視 阿你Server要怨的話 其實這個邏輯也不難做 這個邏輯也不難做 但是它正式Beacon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如果那個Beacon在外面 灑在外面超過大概 半年都沒人經過 那它這個訊號可能就會被判定為非法 大概是半年 對 因為 我大概講一下它怎麼做的好了 就是 它會在Beacon裡面 放一個計時器 然後那個計時器是 不精準的 大概15秒加1 對 大概15秒加1 然後加1之後 它的SHA256就會壞 這個是SHA256算出來的 大概是這樣 那它這裡只丟兩個 就是它的計數器是 那個64bit 就是 int64 那它只顯示兩個byte出來 因為它為了安全性 它只顯示 後面 最後面最小的兩個byte 所以這樣Server就可以去 在一定的時間內去驗說 這個東西合不合法 大概是這個感覺 那細節的話如果想知道 可以問我沒關係 因為這個我當初也做過了 我做的兩個專案 後面那個8合1的那個Beacon 是支援正式Beacon的算法 就是支援這個驗證方法 是支援的 大概是這個感覺 還有想問的嗎 好 請問 請問一下 如果我問一下Beacon的理解是在一種活動性 對 有沒有其他的可能 應用場合 其他可能 應用場合 欸 我們自己當初是 欸 我現在 應該沒關係啦 他們沒有要做了 就是我們自己 我前公司是那個 跟腳踏車那個有關的嗎 應該知道嗎 那 我們自己前公司 原本想做的是 其實是 那個 你到場站旁邊 然後 按下某顆按鈕之後 我們直接把這站的資料 吐給你 不用讓你選站 因為你想嘛 就是 那上面 你其實要使用者 GPS有困難 然後 我們又不是原生APP 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 使用者到站旁邊 然後 按一下那顆 我就直接把這站的資料 吐給你 我們那時候想做的是這樣 但是 就 就 壓力測試嘛 那個 辦活動是為了要壓力測試 確保說 大家真的都能夠接受那個 設定流程 所以我後來辦到 200多顆 Beacon的原因就是 我們在做壓力測試 大概是這樣 對啊 還有 還有 還有那個 剛剛還有一個舉手 今天好像是一個特別日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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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啦 不用啦 怪了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我生日快樂 謝謝 好 那還有問題了嗎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謝謝居民的分享 祝福大家生日快樂 謝謝 謝謝